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纪录本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Kip Read这家公司 以及为什么我自己不会去买这类型的公司啦 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要看普通的分析 其实市场上已经很多了 so我添加我自己的想法进去 其实会让大家更加了解我的投资理念 so话不多说啦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看一下它的资产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Kip Read旗下一共有7个资产 其中6个是它自己的品牌Kip More 还有一个是Aero More 这个是它新收购的一个资产来的啦 so这家公司好是好在 它有放出这样子一个tabl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每一年啊这些资产的return到底是怎么样的 比如讲我们看这个Kip More单boy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在疫情的时候 它也是有受到损伤的 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啦 因为大多数的return都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然后到了financial year 2022 它的营业额还是在进一步的下滑 不过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了 financial year 2023已经公布了两个quarter 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revenue是有上来的 不过在成本控制上它比较差一点 所以导致到它的股息泰发是变到更少的 不过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啦 至少它让我知道它可以再提升它的营业额 而不是因为一次疫情一打压 它就没有掉了 所以我们来看它的出租率 这也是非常好 因为原本我都是自己要统计资料 而KeepReed就完全公布了一个这样子的数据 让我们看看 所以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其实KeepReed在疫情前喔 我认为它有一些资产的出租率都已经不大理想了 比如讲这个Sanawang 还有这个Melaka 还有Bungie的Mod 它本身都没有达到九字头啦 因为以我的认知啦 就是我认为RetailMod必须要九字头以上 它才会是比较好的 因为唯有它达到九字头以上的出租率 它才能提升它的租金啦 So接下来我们要观察 Financial year 2023 能不能让这些资产的出租率再进一步的提升 如果不能的话 OK 如果你后有KidReed 你就要非常注意了咯 So先讲一下它的优势啦 那就是收益较为稳定 我们看一下喔 基本上很多大型的产货啦 在疫情的时候 都是扣到非常多的租金的 So他们的Dividend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KeepReed呢 它就发挥了它那种小型上场的一个优势 因为它本身是售卖必需品的 所以我认为它的生意没有影响到很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息败发 还是较为平稳的 大概平均上到来啦 我觉得会有6分半左右 So你去除它的股价 你会发现到喔 它的股息率都是7-8%之间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Reed So如果你很幸运啦 你在疫情的时候是买进去KeepReed的公司的 你买在6毛半的价格啦 我可以跟大家讲喔 如果你真的是那么幸运的话 你基本上就出不来了 怎么讲 因为你如果是6毛半买进去 你现在你的Capital Yen就有40% 然后你的股息率是10%的 So这样子的Reed就是40加10 我假设啦 你的Target Return是一年15% 也就是讲哪怕它的股价 假如继续维持在9毛前 然后股息每年都跟你判你6分半 你可以在未来的8年时间都维持15%的回报Reed So这也是为什么我讲 你买到便宜 哪怕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可以增长的公司 你都会有很高的收益 而最大的原因来源就是双位数股息啦 But很可惜啦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在那个点买到 所以我们以现在9毛1分的角度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自己本身不会去推荐大家 甚至是我自己为什么不会去买这样子的股票 首先第一点喔 就是它的资产增幅度较小 OK这个表示我自己统计出来啦 我们可以看到这7个资产的买入时间 买入价格 以及现在的价值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旗下一共的4个资产是增值的 而增值的空间也是较小的 除了这个Aeromor Kindas City 是增值比较多的 而另外3个资产的价值则是降低的 当然这个Kidmore Malaga是没有上没有跌啦 不过我认为你一个asset喔 存在了5年 没有增值就是一种亏损咯 So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你去买一个property 你买了5年 那个物质没有增值 你会喜欢吗 哪怕是从中你可以做到出租啦 你也会不开心 因为你觉得你赚少了 So它用在risk的角度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的 因为唯有你资产能够一直增值 这样子你的出租率才会一直提升 你的租金才会提升 So如果你的资产增值很慢 甚至是贬值的话 也就代表你这个资产 并不是一个比较好的资产咯 OK大家可以理解当中的意思吗 So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二线商场啦 OK首先我认为 二线商场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因为它是以价格为主的一个商场 大家都是希望买到便宜的东西 才会去到他们的商场的吗 对不对 So任何一个商家 只要打出更便宜的价格 这样这个商场的竞争力 就会大大的降低 再来 二线商场大多是开在小地方 So小地方可能会发展不起来 OK So你那个mall可能就会一直没落 然后导致到租金不能去提升 But如果你那个小地方很幸运的发展了起来后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到大的商场就会进去 跟你竞争那个market 跟金河广场的发展是不是非常的接近 OK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认为啦 小商场的竞争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不管是不好还是好 都有人跟他们抢那个市场的蛋糕啦 所以你想了解更多 为什么二线商场不是我的首选的朋友呢 可以回看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就讲到非常的清楚了 基本上我非常建议啦 想要投资惨脱 或者是后有惨脱的朋友 都可以回看这支影片 这个内容不会让你们失望 So我们再抛回来这个问题啦 你赚的是什么钱 股息跟资本回报吧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的 投资股票就只有这两种回报 而你买Kidread很明显的 它就把你锁死在只有股息的回报 你的资本回报是很难产生的 So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会有什么建议呢 第一就是你不要去买它 第二你在很便宜的价格 很像在疫情的时候跌到六马半的价格 你去抄抵它的话 这样子你就会赚到很多钱 Ok So我对这个股票 我有这两种建议啦 最后来讲一下我的看法 就是短期投资 你可以找会上涨的股票 长期投资 你要选安全且会上涨的股票 Ok 这两句话怎么理解 短期投资 你可以买油气股 买钢铁股吗 因为你都知道这个公司本身的基本面不大好 它不能长期赚钱 但是你知道它在某一个时段会赚钱 So你可以在短时间内 得到一笔股价增值的一个盈利 把长期投资就很不一样哦 你除了要买会上涨的 你还要买会安全的股票 因为你不可能跟我讲你买一家公司 你要一直很担心它的出租率 你要一直很担心有没有竞争对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样这个长期投资真的是做到很辛苦 So你要想下什么股票是可以长期投资的 什么股票是只能短期投资的 而Risk的属性是什么呢 我们要问他自己 对我来讲啦 Risk是房地产 它是更加偏向于长期投资的 So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跟大家解释Risk的时候 我会很偏向于选择比较大型 比较安全 比较具有增长性的惨拖 并不是因为我保守 只是因为我认为这个领域的股票就应该是这样子玩的 OK如果你是跟我讲钢铁油气还是科技股 你会发现到我介绍了又是另外一批股票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要短期持有 那么暴涨的嘛 So这一期有很多我自己的意见 或许并不会适用于你 So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想法 希望今天的内容会帮助到大家更加理解我的投资理念 想要了解更多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一期见